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下跌0.8% 收盘在6680点附近 上证指数和深圳方面也分别下挫 大约是0.5%左右 那么欧美方面 英法德普遍有上涨和下跌 但是幅度都控制在0.3%以内 美国三大指数由于美联储在昨天晚上第三次进行了呛息 使得美国指数出现了小幅的上涨 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上涨大约0.4%左右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没有变化 目前依然是在1495附近 石油价格则小幅出现上涨 报价为56.80美元 比特币价格目前也是在9500至1万美元之上下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就来说一下的是昨天晚上 也就是澳洲时间今天凌晨 美国进行的第三次降息 我们知道从今年6月份到现在 五个月时间里面澳洲已经降了三次息 但是和澳洲的经济相比 美国经济毫无疑问会更加的强大 而且经济增长速度也是非常之快 加上美国目前的失业率 依然是几乎保持着完美的数据 那为什么美国也要降低降利息三次呢 说到这个原因其实有两方面 第一其实呢是被逼无奈 为什么这么说呢 目前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欧盟 英国 加拿大 包括了像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中国 或多或少的呢 大部分是分别进行了降息 那中国虽然没有降息 但是也是多次的降准 实际上也是在变相的砸钱 因此这些国家呢 都在大力的这个刺激经济 拉低本国的货币增强 他们在国际上的 国际贸易上的竞争力 就像我们之前做过的比方 好比是商店打折一样 其他的商店呢 都在打八折 打七折 那如果美国这个商店不打折 客户来的可能就会少 所以呢 这个美国人做事也非常狠 你们打七折 打八折 那我干脆呢 就连续降息 直接呢打到了五折 加上呢 其他国家其实卖的呢 都是滞销品 美国的商品目前依然是抢手货 抢手货打折又最猛 毫无疑问 它将会占据着最多的客户流量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呢 其实现在的这个美国经济呢 其实依然是看上去比较强大的 但是第二个原因 它为什么要降息 也是由于 由于现在的美国的这个股票指数 已经是历史的最高记录 或者是逼近于历史最高记录 实际上如果咱们说的 这个万一这个股市啊 从高位下滑个10% 15% 这是很有可能的 但这很容易就会造成市场的信心崩溃 在短时间之内呢 拉低美国的经济增长 所以美联储为了维持 美国股市的上涨 特别是在目前不断创新高的情况之下 依然要维持它的上涨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连续使用降息 来维持市场的信心 所以说呢 别看美国现在经济增长很强劲 但由于它的股市实在太高 加上其他竞争伙伴纷纷在打折 也逼着它呢 使用的是降价和促销的办法 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这些主要国家的大方向和大政策 像美国 澳洲 中国都在刺激经济 有的使用的是降息 有的使用的是降准 那么对于我们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来说 只要澳元降息不结束 只要美元降息不结束 那么他们的股市的强劲走势就不会停止 那么再来说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我们知道呢 这个原本呢 是定在11月中 在智力召开的G20峰会呢 在今天早上突然智力是宣布取消了 那么实际上早上我看到这个新闻也是非常的诧异 这个原本再过两个星期就要开会了 你现在说取消就取消 是不是不太靠谱了一点 那本来来说我们都知道呢 G20也就是全世界目前经济最强劲的20个国家的领导人 到智力去开会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机会嘛 对不对 你可以拉近一下关系 多要点经济援助等等等等 结果呢 这个南美国家呢 这个说不靠谱也真不靠谱 还有两周要开会了 别人机票酒店都已经订好了 这个时候呢 你说取消 怎么办 关键还不是这个 我们知道中美呢 在10月份达成了口头协议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原本双方要把它落实到文字上呢 准备着是11月中给各自的大老板签字 那么现在呢 可能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这个约会地点呢 被取消 这就很尴尬 这导致呢 我们本来是说 11月中 咱们要不再找一个地儿 你总不能说 我们这个智利那边被取消了 机票都订好了 我们就飞到阿根廷去喝个咖啡 签个协议 这不现实 对于中美两国来说 目前最大的 最头痛的 其实并不是G20 而是如何再来安排一个时间和地点 给双方的元首见面的机会 双方能够见到面 那么很大程度上 或者很大的几率上 就会给我们市场带来好消息 有可能是签字 有可能达成第二阶段的口头协议 也说不定 但是现在呢 见面的机会 至少在智利是泡汤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等待 其实在短时间之内呢 双方要操你一个 全新的地点和时间 这会使得呢 原本已经几乎是呢 八九不离十的 这个第一阶段签字呢 再次蒙上了不确定的阴影 但是从现代市场情况来看 包括了这个人民币价格 澳元的走势 以及全世界的股市 似乎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双方能够尽快的 确定一个全新的会谈时间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股市和会市的走势 将很有可能 由目前的上涨 再次转为下跌 以上就是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如果您想参加我们 悉尼和墨尔本的线下活动 可以点击 点击视频下方的 介绍里面 有详细的链接 欢迎您到时参加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 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吹唐